黄风倒雨中 一架军用运输机突然驶离杭州机场 得到消息后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曾可达立马接管了机场 并让正在被勘押的方孟敖立即赶到塔台寻找飞机 方孟敖因为不愿轰炸满是平民的开封 因此被预备干部局拘捕 并准备以违抗军令和通贡的罪名进行审讯 但如今天气极其恶劣 整个机场只有方孟敖的驾驶经验最为丰富 方孟敖通过南京雷达局 不仅发现了运输机所处的位置 还成功与飞行员建立了联系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听我指挥你返航 飞行员因为协助高官走私军用物资 事发后为了逃脱拘捕 因此才会在大雨的情况下紧急起飞 曾可达以剑锋同志的名义保证飞行员的安全 飞行员这才答应返航 但由于机翼被雷电击中 飞机电路严重受损 左嫌发动机已经停车 方孟敖凭借十几年的飞行经验 让飞行员保持最低航速向西南方向直飞 十分钟之后应该就能看到机场跑道 听到这话 机场的军官突然意识到了不对 左发动机停车 右侧话 飞机在降落的时候 很容易偏离跑道 撞毁机库 方孟敖回答我 老鹰能不能正常降落 在方孟敖的指挥下 运输机很快就来到了机场上空 但由于飞机受损严重 因此在降落时差一点就撞上了塔台 这一波操作着实下了大家一击力 见飞机已经安全着陆 曾可达命令宪兵队立即抓捕飞行员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就在飞行员被押送到塔台下的时候 机场军官突然抄起冲锋枪 将宪兵和飞行员扫了干净 曾可达负责调查走私军用物资一案 但协助走私的飞行员被当场射杀 前来灭口的军官也被枪杀 走私一案再没有半点调查线索 因此曾可达便将精神全都放在了 涉嫌通共的方孟敖身上 方孟敖只是涉嫌通共 因此很有操作的空间 方布廷本想派银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前往南京 却不料崔忠实早就先他一步 已经带着十万美金来到南京中统总部 以及特工的人情事部到底有多强 看完这个你就知道了 男人为了救出大少爷之身来到中统总部 进门之前先是掏出一支金笔送给秘书 这个不犯纪律 也是犯纪律 崔忠实的金笔虽然没有送出 但只凭几句话就博得了秘书的好感 见到这次要面见的正主徐主任后 崔忠实并没有急着开口 而是站在门口等对方忙完放下手中的笔 崔忠实这才上前给他戴高帽 称之前已经拜访了央行和财政部 大家都在等着徐主任拍摆 这是明摆着要拉徐主任下手 但徐铁英身居高位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拿出崔忠实送给他的箱子 问他这里面装着什么 崔忠实接下来的回答堪称教科书几笔 主任调了那么多人帮忙出力做调查 出勤的车马费我们总该出的 崔忠实当然不肯承认自己在行贿 几句话就将自己与行长贴了个干干净净 让徐铁英抓不到半点把柄 但徐铁英也不是三岁小孩 就凭几句话哪能把他打麻 让他帮忙办事总得留下一些把柄才行 面对徐铁英的第二次询问 崔忠实思考片刻 直接说出这是刚从花旗银行取的十万美金 这笔钱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因此徐铁英便怀疑崔忠实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芳梦 走私倒卖民生物资的事 跟你们行长有没有牵连 崔忠实明白徐铁英这句话的意思 当场表示行长与此事毫无瓜葛 在得到崔忠实的保证之后 徐铁英松了一口气的同事 也说出本案的另一名嫌疑人侯俊唐刚 送给他十万美金 你说说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怎么帮这三个字特别加重了语气 内中含义也在明显不过 得加钱 崔忠实也不接话 而是递给徐铁英一根烟 见对方接了 也就代表这件事还可以办 随后 他在十万美金的基础上 又在徐铁英的案前写上一个百分之二十 这是侯俊堂在民事委员会下属的几家公司占有的股份 只要肯帮忙 这些股份全都将是他徐铁英的 见徐铁英不接话 崔忠实明白他在担心上 说完话崔忠实又在纸上写下一个名字 随后又将刚才写的全部擦掉 崔忠实从史之中没有留下任何把柄和证据 这让徐铁英佩服不一 徐铁英虽然没有打下包票 但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他当即说出了方梦敖一案最大的难点战场为抗军令 我们大少爷是简敲航校的教官 一直只有教学的任务 没有作战的任务 崔忠实从进门道离开只有短短五分钟 他处事袁华一个也不得罪 不仅送出了汇金 还及时加价 让徐铁英收得非常安心 并且还叫案件的重点难点给出了最优的解决方案 对于这种不费力气就能拿钱的好事 徐铁英当然不能拒绝 于是等崔忠实走后 他将侯俊堂送的那笔十万美金装进档案袋密封 又在上面写上汇金两字 决定用侯俊堂的小命保住方梦敖 男人拿出十打美金 放入一个大号的档案袋内 粘紧之后盖上大章 在上面写下汇金两字 随后 徐铁英带着档案袋来到法庭 但一看到嫌疑人的出场方式 这才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几十年还是不够嚣张 身为嫌疑人的方梦敖 竟然带着整个飞行大队踩着正部整齐入场 见左边有一只可达鸭来者不善 方梦敖甚至还不屑地翘起了二郎 主审方和辩护方都要求方梦敖端正太阳 但方梦敖就像没听见一样 在椅子上端坐不动 直到主法官发话他这才将二郎腿放下 方梦敖之所以这么做 一是为了向可达鸭示威 二则是为了与徐铁英贴亲关系 徐铁英对这番操作虽然略感吃惊 但看着可达鸭在一旁跳脚吃扁 他也乐在其中 而后面的嫌疑人就没这么好的待遇 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侯俊堂 涉嫌利用空军运输机走私民用物资 他仗着向徐铁英行贿了十万美金 一上堂就大嚷着抗 可达鸭刚在方梦敖身上吃了一点 将一肚子火气全都发在了侯俊堂身上 说着话 可达鸭一把摘下侯俊堂的军帽 掏枪上堂指向对方的脑 侯俊堂被一下子扫了威风 但对于可达鸭的指控 他一一做出应对 首先是共党林大为 林大为已经在空军工作六年 而自己则刚到任一年 这一条不成立 第二条方梦敖部轰炸开封仪式 通讯局联络处都有联络记录一查便知 说完侯俊堂看了徐铁英一眼 徐铁英赶紧拿出党空军调查的结果 证明林大为是共党的事与侯俊堂 听到这话 侯俊堂瞬间放下了心 以为是自己的十万美金起了作用 但在可达鸭提起方梦敖违抗军令一事时 徐铁英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大号档案带 当庭交给了主法 可达鸭一心想要证明方梦敖是共党 因此在听了侯俊堂的话后 瞬间抓住了其中关键 达鸭的意思在明显不过 在座的人都知道方梦敖的父亲 是央行北平分行行长方不廷 而既然方梦敖涉嫌通过 那么无论是方不廷还是收钱的徐铁英 也难逃共党的嫌疑 徐铁英听后也不生气 而是当庭说出侯俊堂的三个姨太太 以及十几个孩子 随后他把事实讲道理 说得侯俊堂哑口无言 徐铁英早就掌握了大量侯俊堂犯罪的证据 为了崔忠时许诺的20%案例 他更是头一次当庭展示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好习惯 这点东西不是给徐主任的 徐主任也绝不会要 好话都是自己的 坏话都是侯俊堂的 徐铁英似乎忘了自己是辩护方 他不仅一句也不为侯俊堂辩护 反而还给了嫌疑人致命一击 但在审理方梦敖一案时 徐铁英又瞬间辩护人附体 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的信仰到底有多坚定 身份暴露后 地下党上了军事法庭 为了挖出方梦敖是共党的证据 曾可达决定从已经暴露身份的林大为入手 林大为貌似用军用电台向华北解放军通风报信 致使开封守军遭受巨大损失 曾可达不打算与林大为谈主 他决定从做人开始说起 认为林大为端党活的挽砸党活的锅很不厚道 林大为气若犹斯地表示 他吃的是人民的饭 花的是人民的钱 曾可达认为林大为是在逃避问题 他认为没有政府就没有人民 他林大为的每一分钱都是政府而不是人民 每一分钱 都是通过政府 从人民那拿来的 曾可达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于是便已在国外定居的优厚待遇相利 希望林大为能够指证方孟敖已是共同 变速人徐铁英根据调查报告 当众宣读林大为身患多种疾病 不仅有十二指肠溃疡 还患有弥烂性肺炎 以及严重的神经关能症 并导致严重的忧郁症 在经过详细检查之后 林大为还被查出了肺结和晚期 留下的生命只有三到六个月 曾可达见林大为早已誓死如归 便希望强行将他和方孟敖绑在一起 而此时的方孟敖面对指控 却一反常态地起立致敬 身后飞行大队更是整齐华一纷纷肃立 曾可达立马抓住机会 认为方孟敖是要承认自己共党的身份 却不料方孟敖根本不搭理他 看都不看一眼又做了回去 林大为明白曾可达的意图 他当众表示自己并不高尚 但身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他完全没必要在临死前拉着别人一块子 林大为的一番发言声音虽小 但却击打着在场每个人的内心 然而曾可达却并不打算善罢甘休 既然林大为不愿意攀咬方孟敖 他又指出自从方孟敖被拘押之后 其父亲的助手崔忠实曾上下活动 甚至还进过辩护人徐铁英的办公室 可悲的曾可达虽然正直刚硬 却完全不同人情 这几句话就将徐铁英完全飞向了方孟敖一方 徐铁英两句话就将与崔忠实的见面上升到中统层面 曾可达就算再牛也牛不过陈谷子 因此只能哑巴吃黄脸 随后 徐铁英又摆出十几张抗战时期开封被轰炸后的照片 指出抗战已经结束三年 方孟敖不想再轰炸开封有什么错 方孟敖也触景生情 讲述自己的母亲与妹妹也是在当时遇难 此判决 方孟敖及其实习飞行大队集体发交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另行处置 下党走上街头 突然发现身后有人跟踪 他假装买一份汤圆 趁机回头看清了车夫的长相 随后 他进入一家茶楼 在二楼要了两把花生米 见车夫还在楼下 他花钱点了一首月圆花好 一边听许子一边等着车夫赶紧离开 直到月圆花好听了三遍之后 见车夫终于不见 他这才放心下楼 但他刚出门就见车夫正在门口等他 既然躲不过 那就直接面对 他谎称要去党通局 希望车夫能知难而退 却不料车夫二话不说就接下这个活 而在拉上他之后 车夫又劝他去中央饭店 由于斗争环境日趋复杂 崔忠石从始至终没有坦白自己的身份 等回到中央饭店之后 他像一个普通旅客一样入住 又在当晚给身在北平的妻子打电话唠家常 妻子不断催促他将法币换成金条 崔忠石则有气无力地印和 可突然 话筒中传来了信号干扰的嘈杂声 警惕的崔忠石这才意识到隔墙有二 两名特务早就在隔壁做足了准备工作 从崔忠石进入中央饭店开始 二人就开始监听着崔忠石的一举一动 并将他与妻子的谈话一句一句详细记录 这两名特务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曾可达所派 自从他怀疑方孟敖是共党之后 便很快从方孟敖的人际关系中发现了崔忠石的可 三年来崔忠石以缓和方不停父子关系为由 与方孟敖关系甚密 最终将方孟敖发展成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为了获取崔忠石与方孟敖都是共党的证据 曾可达向剑锋同志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怀疑 最终得到授权密切监视崔忠石 随后 曾可达以任命飞行大队为击察大队为由 故意透露出崔忠石目前正住在中央饭店 方孟敖听后果然重计 当晚就来找崔忠石 方孟敖来了 在隔壁特务的监听下 崔忠石嘴上劝方孟敖与其父亲和好 手上则是写着自己的真正意思 方孟敖心领神会 按照崔忠石的意思与之对话 方孟敖来到中央饭店找他 他一边说着无关痛痒的话 一边在纸上写出自己的真实意思 交流完必要的信息之后 方孟敖点上一根雪茄 询问崔忠石是否要烧掉纸条 崔忠石为人仔细 摇头表示不要 而事实也果然不出他所料 隔壁特务的记录详细到令人发指 甚至连自己的猜测都全部写下 不久后 一通电话打到崔忠石的房间 竟然是方孟敖的父亲 北平分行行长方不廷 崔忠石希望方孟敖能与方不廷说说话 可方孟敖却话也不说摔门而去 客户将此事详细记录 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在场所有人中 没有人明白这个电话的用力 其实方不廷早就知道崔忠石是地下党 而三年来崔忠石已缓和方不廷父子关系 唯有与方孟敖走的太近 他担心方孟敖会被崔忠石同化甚至发展 事实也果然不出他所料 方孟敖因为涉嫌通共上了军事法庭 然而崔忠石却不等方不廷的命令 擅自到中统活动关系进行营救 这件事瞬间引起了方不廷的怀疑 但他还保留着一丝侥幸 在听说方孟敖被判无罪后 他立马让二儿子给中央饭店打电话 在听说方孟敖正在崔忠石的房间后 方不廷立马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一个电话打到了崔忠石的房间 虽然顺利打断了大儿子与崔忠石的交流 但却再次感受到了大儿子对自己的冷漠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一声令下 负责调查北平民用物资案的五人小组正式成立 分别是财政部总机和杜万胜 央行主任秘书王赖全 民调会副主任马林申 北平警察局长徐铁英 以及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 方孟敖的飞行大队负责具体执行 一众人各怀鬼胎冒合神灵 在南京机场集合准备前往北平 徐铁英头一次坐飞机 希望方孟敖这个机长可要开文 不久后 鸡查大队顺利抵达北平 这次调查的对象 马汉山为了留一个好印象 即便站着也要和方孟敖同乘一车 却不料方孟敖性子太直 让马汉山当众冒了笑 而与此同时 听到消息的大学生队伍早早 等在鸡查大队驻地准备和平抗议 马汉山见状就打算走后门 方孟敖完全不离马汉山的唠叨 带着飞行大队全部下车 而马汉山则远远的躲着不敢下车 鸡查大队对着学生们帅气敬礼 瞬间博得了大家的一番叫好 鸡查大队的驻地就在旁边的公主府 然而通过抗议学生 方孟敖这才了解到这里就是民事调配委员会 而方孟敖此次来北平的目楼 就是调查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贪腐问题 方孟敖意识到自己差点被坑 当即把马汉山从车里叫了出来 让马汉山向学生们解释 方孟敖听说学生们没有住的地方 当即清点了东北学生的人数 让这些人全部住进公主府 这一番操作再次博得了学生们的欢呼 却可怜了准备献殷勤的马汉山 不得以下 马汉山只能另外安排住地 他本打算安排一处仓库 最终却将众人领到了一处军营 还不忘给方孟敖带高骂 马汉山马屁拍错了地方 但他脸皮疾厚毫不在意 故意在门口又是安排厨师又是安排保洁 生怕方孟敖听不见 但他毕竟是坐过军统战长的友 这个副主任和局长 有的是人来当 马汉山气不过 见下属刚干完活回来 立马跑出去蓝亭车队 插着腰就开始骂 感觉气氛已经到位 马汉山就打算将怒气直拉满 指着下面的科长就要开除他 还将刚被上级骂的话复述了一言 马汉山本打算在下属面前出口恶气 却不料理科长还敢顶嘴 说自己只是临时戒调到明证据 并不是他真正的下属 今天是我们错了 既然下属给了台阶 马汉山也骂得过了眼 于是便打发他们赶紧当火 可他刚爽了不到三秒 又听见后面有车按喇叭 他随口一个王八蛋骂了过去 这要换成别人也就算了 车上下来的竟然是 北平警察局副局长方孟维 马汉山知道方孟维是方孟维的弟 于是便准备借花献复 求方孟维将一盒雪茄送给方孟维 却不料方孟维与他哥哥一个姓 马汉山打不伸手骂不张口 一番不要脸的表现让方孟维很是无语 但他也听到了一些重要信息 那就是五人调查小组中的 徐铁英已经到了北平警察局 他赶紧让手下调查徐铁英的动向 打算第一时间去疏通好关系 马汉山很快就查清了徐铁英的动向 他拜托警察局善副局长牵线搭桥 却不料徐铁英虽然刚刚就任局长 但关架子却摆了十足 就连副局长想要汇报工作都得在门口候着 还得秘书同意才能放行 好不容易过了秘书这一关 马汉山本以为终于能见到徐铁英 却不料再次被孙秘书拦住 马汉山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一顿套近 但孙秘书却出奇地冷 想了足足一个小时之后 马汉山终于进了徐铁英的办公室 虽然二人只是在三年前见过一面 但彼此却都表现出了老友重相聚的热情 二人各怀鬼胎 徐铁英身为五人调查组的成员 这次要查的重点就是 马汉山的民事调配委员会 他先是给马汉山吃了一颗定心碗 随后便听着马汉山不停地发牢骚 希望从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见马汉山坎坎而谈热汗直冒 徐铁英又贴心地打开了风扇 而马汉山这边 他明显是被徐铁英的热情给骗了 说着说着就把自己的小秘密给说漏了 一下党走上火车与上线街头 列车行驶到深夜 上线准时出现 并暗示了一下自己的大公报 崔忠实拒绝了报纸 是在向上线暗示周围有人监视 自从他进入火车站开始 身后就一直有两名特务在跟踪 特务就在隔壁座位 只要自己有一丝一毫的异常举动 他和上线都将被立即带来 第二天天一亮 崔忠实趁着特务没注意 假装阅读报纸的同时 用余光观察着上线敲击的频率 这是只有他们二人才明白的一组通讯密码 崔忠实在报纸上快速寻找对应的字 终于拼凑起了上线传递过来的情报 不久后 火车抵达天津车站 上线拿下行李索要回报纸 但就在他准备下车时 突然被一名特务叫住 火车很快就抵达了北平站 崔忠实穿好衣服 像极了将要下车的样子 隔壁的两个特务赶紧收拾行李 准备继续跟踪 但二人刚准备下车 就见崔忠实拿下行李坐了下来 似乎并不准备下车 见特务已经打开行李箱 崔忠实拎起行李快步下车 却不料前有狼后有虎 徐铁英早就派孙力鼠等候多时 幸好同行的还有副局长方孟伟 崔忠实借口要找方不廷汇报工作 孙力鼠同意后这才上车 可车子行驶到途中 孙力鼠突然提出要送崔忠实去回家 崔忠实很快就回到家中 却发现孙力鼠一直守在家门口 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 他瞬间明白了徐铁英是要带着他 当面向方不廷索要那20%的暗门 但这件事他还没有告诉过方不廷 崔忠实的大脑急速运软 希望能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直到看见了来看望他的方孟敖 方孟敖如今是稽查大队的队长 要调查的对象就是眼前的志友崔忠实 他将自己目前的困境全部告知给崔忠实 希望能得到组织上的进一步指示 却不知崔忠实刚刚下了赴死的决心 他要用自己的死彻底洗清方孟敖通共的嫌疑 当晚在方不廷家中 三方会谈终于开始 方不廷感谢了徐铁英对方孟敖涉嫌通共一案上的帮助 一番寒暄之后 徐铁英终于将话题拉入正轨 徐铁英说完话后 三人全部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方不廷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曾可达一上来就拍桌子瞪眼 要求马汉山报上植物姓名 此举立马惹来了马汉山上司的不满 认为这是在侮辱民事调配委员会 却不料曾可达就是要立威 他搬出中央联系会议的纪律规则 完全不给任何人面子 马林生尴尬当场 幸好徐铁英及时给他一个台阶 央行代表王爱泉又出来原厂 马林生这才缓缓坐下 身为五人调查组的召集员 杜万胜要求马汉山介绍一下 接任民事调配委员会四月以后的情况 马汉山一听这话立马开始甩布 做这样的汇报 你们应该叫这个民事调配委员会主任来才对啊 马汉山明显是在撇清责任 第一 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不止我一个副主任 马汉山回答得滴水不漏 却不知曾可达对他的陈述根本没有一点兴趣 他之所以要调查马汉山 真实目的却是要挖出方孟敖身上的共挡背景 希望以此向剑锋同志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忠诚 他让方孟敖反驳马汉山的四点陈述 但还没等方孟敖说话 马汉山却先开了口 方孟敖才不管谁是好谁是坏 他只知道马汉山身为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负责人 竟然拿不出一粒粮食分给学生 他当场表态 今后他只找马汉山 别的人谁也不找 央行代表王赖全坐不住了 认为马汉山是在推卸责任 马林生赶紧力挺马汉山 认为民用物资的采购涉及到方方面面 不能只把调查对象局限在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身上 更不能只针对马汉山一个人 杜万诚有些坐不住了 身为五人调查小组的召集人 他虽然贵为经济学博士 但胡烈烈他却并不擅长 终于牵涉到了方不停 曾可达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他就是要让方孟敖调查自己的父亲 从而发现方孟敖身份上的漏洞 方不停缓步进屋 五人小组纷纷起立致敬 方不停身为北平分行行长 不仅仅是由于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更重要的是 他一直深度参与了民国向美利坚祈求的对华援助 杜万圣见专业人士终于到了 赶紧询问央行是否将钱画到了北平分行 北平分行又是否将钱画到了民事调配委员 方不停两句话就将皮球扔给了央行 王来全不敢得罪方不停 只能搬出美利坚的援助还尚未落实 所有资金还都只是纸面上的书 马林申见央行要甩锅赶紧接话 认为民事调配委员会一不应钞票 二不能中庄稼 央行不拨款 国府不调物资 民事委员会根本没办法买物资 更谈不上调配物资 见过吃空想摊公款的 却从来没见过摊电费的 马汉山火急火了的来仓库调拨粮食 却不料仓库里不仅没有粮食 甚至连通风都没有 他赶紧问手下是怎么回事 手下赶紧解释是电力局要求控制用电 马汉山催促手下赶紧把一万吨大米入 不然所有人都得被枪毙 手下又解释说买大米的钱已经付了 是杨子公司迟迟不交货 马汉山一听就要给杨子公司打电话 马汉山回到办公室给杨子公司打电话 打了十几次之后终于接通 却被告知孔总正在午休 根本没空接电话 虽然马汉山搬出了国防部五人调查组 又搬出了鸡查大队 但对面的小媳妇根本不在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哎呀好了好了 我现在去给你找他 你这个娘们真是 不久后 杨子公司的孔老板终于接了电话 却被告知让他少管闲事 马汉山惹不起孔家 只能来找徐铁英诉苦 一听这话 马汉山立马收敛了脾气 再也不敢跟徐铁英称兄道弟 马汉山为了保住自己 不得已说出侯俊堂 在民事调配委员会占股20%的事 徐铁英的脸色瞬间铁青 因为就在不久前 崔忠师答应许给他这些股份的时候 曾言之凿凿这件事谁也不知道 既然马汉山知道这些暗谷的事情 那么杨子公司的孔家也必然知道 从马汉山口中 徐铁英得知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 都是北平分行在里面 徐铁英瞬间拿到了杨子公司的拔谱 只要一个崔忠师 就能将杨子公司闹得鸡飞狗样 徐铁英让马汉山去杨子公司摊牌 再不发那一万吨大门 他徐铁英也要破罐子破摔 马汉山求爷爷告奶奶 说得口干舌燥茶叶都嚼烂了 终于求下来一千吨大米 但他刚准备出门 就差点把活给下来 马汉山求下来一千吨大米 终于可以给五人小组一个交代 为了让徐铁英帮自己说两句好话 他来到自己的小仓库 将自己最后的一件补丸拿出来深情告别 随后 他将一千吨大米的事汇报给五人小组 曾可达对于只有一千吨非常不满 要求他今天就要凑齐一万吨 粮食在哪里 回答我问你 什么 你问粮食啊 粮食在我手里 你拿去吧 曾可达当即宣布要将马汉山扭送南京 一听这话 马铃声赶紧求情 认为马汉山的工作还是尽力的 却不料曾可达一点面子也不给 马汉山一反常态非常硬气 因为他有硬气的底气 今天五人小组只有徐铁英没到 原因只有马汉山一个人知道 不久后 徐铁英姗姗姗来迟 听说曾可达还要调查马汉山 马汉山又反唇相机说 一千吨大米今天就到 徐铁英两句话为马汉山解了威 但今天五人小组调查民事调配委员会 除了马汉山外还有一个崔忠石 崔忠石身为北平分行行长的副手 他全权配合民事委员会的彩销账目 然而在曾可达询问他账目问题时 崔忠石却以北平分行之管账 而物资却根本看不到为由 将北平分行的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几 牵涉到了几十个部门 而且里面还牵扯到军事委员会的军费开支 而要查这些账 必须要有蒋总统的签名才行 曾可达用心险恶 他早就怀疑崔忠石是共党 之所以提到背景 就是要让方孟敖对崔忠石产生猜忌 而方孟敖果然重击 他想起之前与崔忠石的数次交流 瞬间开始怀疑起这个发展自己的崔忠石 到底是不是真的共党 从今天起 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后部党员了 马汉山这回是真急眼了 一千吨粮食即将抵达北平 马汉山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特意动用了老关系 从保密局调来了十几个老部下 他人逢喜事精神爽 索性坐在轨道上等火车 却不料运粮食的火车还没到 国军第四兵团的人倒是先来了 听说四兵团的人是要搬粮食 马汉山瞬间火冒三丈 不久后 马汉山带着手下与当兵的对峙 由于人少他确实有点心虚 于是便问手下击查大队什么时候来 却不料四兵团听说后丝毫不处 不仅下了保密局的枪 还要抓捕马汉山 命粮食的火车终于到战 将马汉山仅剩的一点骄傲彻底撞翻 他眼睁睁地看着四兵团的人搬运粮食 直到看见击查大队抵达车站 他这才再次有了底气 马汉山终于找到了主星 对着方孟敖一顿告状 见方孟敖不为所动 他又对着四军团骂来骂去 直到对方实在忍受不了 他的乌烟惠鱼顶撞了几句 方孟敖问清了两名军官的级别幸运 对于第一个他微笑握手 但对于刚才骂人的军官 他却没有一点好脸色 击查大队瞬间与四兵团僵持不下 这时候最得意的莫过于马汉山 这回知道谁裂开了吧 方孟敖不想背下跟军队抢粮食的黑锅 于是便让四兵团出示买粮食的凭证 一看到这个 马汉山立马开始骂娘 既然又是一笔糊涂账 方孟敖索性扣押了养子公司的职员 让他们当众解释清楚 却不料一个小小的职员 竟然丝毫不出四周的官员和军官 还扬言有问题去找人 击查大队扣押了一千吨粮食的事情 瞬间发酵 粮食相关的各个部门 纷纷给五人小组打来电话要求解释 杜万胜迫不得已只能连夜开会 物资供应委员会的军粮 和民调会的配给粮 居然是从一家公司购买 当然要查 这件事还不查 那就真正没有党纪国法了 徐铁英难得正面表态 但他心里的小九九只有马汉山清楚 徐铁英就是要向养子公司施压 希望养子公司能趁早 将那20%的暗顾给他 但他虽然强硬表态 得罪人的是自己却不能干 钱跟账你们财政部尽管查 我们中统跟军警 速度抓人 账策都整理了吗 统统给我钱 整理账策去 马汉山骂得皆比吃的饭都多 手下耳朵都听出简了 于是便也没当回事 马汉山见状立马要过来一把手枪 手下这才起立汇报工作 人家不配合呀 枪比我们有什么用啊 马汉山刚想发飙 一个女学生又站出来表示 今晚要办联谊会 明天才能查账策 局长 这是方大队长的表妹 一听是方梦敖的表妹 马汉山立马收敛了脾气 劝学生们不要再出幺蛾子 赶紧查账策 赶紧分粮食才是要紧事 见学生们根本不懂事 他又想让手下将学生们赶出大院 但手下却表示这可不敢 方梦敖有命令 明时调配委员会 必须和学生代表一起查账 否则这个账策击查大队不承认 并且击查大队此时正在午休 要等到下午六点才能起床 马汉山一听更气了 立马命令手下去敲门 可两个手下却一个望天一个看地 搞得马汉山还以为天上有飞地 整部剧里只有马汉山一个人在干实事 但如今好不容易搞来了一千吨粮食 学生代表和鸡查大队 竟然因为要搞联欢会推斥查账 他毕竟是曾经的军统战长 这气哪受得了 辞职 我现在就向北平师施政国辞职 马汉山不敢惹学生 更惹不起方梦敖 没有办法他只能来给徐铁英送你 却不料还没进门就被秘书拦住 不仅要检查古董 还要检查他带没带枪 不然就不让进门 之前马汉山每次给徐铁英送礼 都是顺风顺水 但这次却碰到了钉子 马汉山背后的养子公司曾答应过 要将20%股份的钱 转给徐铁英在香港的账户 但徐铁英等了几天 却一直没有收到 马汉山很快查到这笔钱 已经打到了共党在香港的账户上 而作为转账人 崔忠石地下党的身份基本板上钉钉 徐铁英赶紧安排人 将崔忠石秘密带补 马汉山一边看着徐铁英的操作 一边得意地笑 以前他在徐铁英面前一直都是孙子 但如今他抓住了徐铁英的小辫子 孙子是万万不能再装我 这回他要当一回爷爷 称呼也得改一改 老徐啊 如果这件事 你要是摆不平的话 我是不是把军统的帝兄叫了呀 因为看到一个转账记录 这名地下党瞬间意识到 自己的下线已经暴露 他赶紧来到窗口查看外面的情况 又轻轻开门观察门外有没有人 随后他打开电台 紧急给华北成功部发报 要求成功部立即转移 已经暴露的崔忠石 成功部接到电报后 立即安排了苍州火车站周围的部队 准备在火车经过苍州时进行营救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崔忠石刚到北平火车站 就被警察局的人拦住 随后便被秘密关押 进了警察局的审讯室 与此同时 徐铁英一个电话打到了方不亭家中 希望方不亭能来警察局解释解释 但此时方不亭正在陪大儿子吃饭 这是十年来父子第一次同坐一桌 更难得的事 方梦敖十年来第一次叫他爸爸 爸 一声罢差点把方不亭赶动哭了 即便得知手下崔忠石被捕 徐铁英又反复催他去警察局解释 方不亭依旧不肯放弃这来之不易的红 方梦敖也得知了崔忠石被捕的消息 他求父亲务必营救崔忠石 对于儿子的恳求 方不亭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他快刀斩乱麻决定花钱消灾 尽管在来的时候做了最坏的打算 但看着徐铁英格议的表情 方不亭这才意识到崔忠石 竟然真的将钱转给陛下了 见徐铁英拿出转账的账户 方不亭首先想到的是撇清责任 对于徐铁英的逼问 方不亭表示父亲就儿子人之常情 而对于徐铁英背后的中统 方不亭也有应对的办法 他表示可以让国防部审讯崔忠石 到时候只要崔忠石将账策交出 那中统那些贪腐的烂账一件也乱不住 徐铁英这批人平时最仰账也最害怕 就是方不亭这种留美归来掌握党国经济另脉的人 且不说这些人的背后是宋家孔家 但就眼下这件事 徐铁英必须仰账方不亭才能发财 更何况对于徐铁英巧取豪夺来的20%的部分 方不亭心里一清二楚 徐铁英被方不亭彻底拿捏 于是便开始放下身段缓和气氛 崔忠石是共党的事已经摆上钉钉 方不亭却还是要力跑 这让徐铁英很是不爽 方不亭因为儿子的求情要保崔忠石 徐铁英因为崔忠石太清楚仗策 担心自己的贪腐被曾可达知道 因此要杀崔忠石 双方谁也不肯让步 为了让徐铁英彻底安心 方不亭一个电话打给了曾可达 以北平一百七十万张嘴要吃饭 几十万部队要军需为由 打算将崔忠石调到美国去争取援助 见曾可达答应后 徐铁英只能勉为其难地答应 但却要求连夜将崔忠石送走 徐铁英让秘书将崔忠石送走 为了确保崔忠石的安全 方不亭特意留了个心眼 徐铁英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贴身秘书竟然是预备干部局的人 而且还假传他的秘密 秘密将崔忠石交给军统执行了 你现在告诉我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是局长 局长有指示 先将崔忠石押上车 只等十分钟 我等了十分钟 先送崔部主任上车 等十分钟 是 孙秘书说的有理有据 人是他徐铁英下令杀的 和他这个秘书毫无关系 徐铁英瞬间老了十岁 他赶紧给方不亭打电话报信 同时立即动身赶往西山 最终还是来晚了一步 既然崔忠石已死 徐铁英只能火同秘书甩播 表示这件事是马汉山擅自行动 与徐铁英毫无关系 谁都明白他是为自己名不平 却不料孙秘书却出奇的冷静 请问马副主任 军统之行组归谁管 别扯没有用的 你直接问 马汉山被孙秘书给坑了 但却毫无自证清白的证据 他天不怕地不怕 给他一把枪 他真能把手下给憋 孙秘书拿这种人也是没招 只能撇脸装看不见 但杀人总要有个理由 如果崔忠石是共挡 那马汉山就杀得没错 但同时徐铁英也会因为 此前释放崔忠石而惹过上身 如果不能证明崔忠石是共挡 那马汉山就是滥杀无辜 徐铁英却一点责任也没有 马汉山再次被徐铁英当了枪使 他连夜躲起来不敢出门 生怕方孟敖一枪毙了他 第二天 得知崔忠石被害消息后 北平学生全员上街示威 方孟敖击察大队也全体出马 逮捕了马汉山的两个手下 并将民事调配委员会全体软禁 方孟敖毕竟人手有限 他要求徐铁英全程搜捕马汉山 马汉山此时正躲在徐铁英的办公室 他之前送给徐铁英很多古董 这时候也只有徐铁英能保他 马汉山刚想发作 就被孙秘书一把制住 有了这份录音 徐铁英就能彻底撇清杀害崔忠石的责任 将全部黑锅全都推到马汉山的身上 马汉山不得已只能拿出上次收起来的古董 再次叫了徐铁英一声爷爷 那么唐不虎的真迹吗 徐铁英这时候可不敢收 因为他的电话已经被各个部门打爆 哪个电话都与马汉山有关 在接了无数电话之后 徐铁英终于等到了一个要保马汉山的人 闭上那张臭嘴 不要胡说八道 也犯不着害怕 牵扯到党国的大局 我们会保他的 这是我见过最奇特的审讯方式 20名鸡查队员带着20名贪污官员 逼问贪腐的赃款数额 很快就有人承受不住 说出了自己贪摸的赃款 鸡查大队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美国对党国的援助突然暂停 国防部要求经济调查小组追回1000万美元的赃款 由鸡查大队负责追缴 北平警察局负责审案 徐铁英一开始打算敷衍了事 毕竟这1000万中光他自己就贪了80万 曾可达早就做足了功课 因此在听到徐铁英打算获悉尼之后 立马将侯俊堂的事情说出 曾可达的意思在明显不过 就是警告徐铁英 他手里握着徐铁英的小辫子 徐铁英瞬间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他火急火燎地来找方不停 恳求与北平分行结成联盟同舟共击 听到大儿子的名字 方不停也开始有些担忧 这次追查赃款的马前卒 就是方梦敖的鸡查大队 到时候方梦敖必定会惹上党国的所有要害部门 不等查完赃款 方梦敖就会死无全失 徐铁英终于说服了方不停 曾可达要求追查的是一千万美金 徐铁英却只愿意追查三百二十万 因为其中的六百万被杨子公司占了 徐铁英占了八十万 徐铁英就是打算抓捕其余的小滩 来掩护杨子公司和自己这样的大滩 进而最终堵住曾可达的嘴 毕竟那些小滩他得罪得起 上面的大滩可是孔宋两家 至于其余的六百八十万 他也早就有了对策 联盟正式达成 徐铁英负责审案追缴赃款 方不停的北平分行负责 作评三百二十万的假账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徐铁英还陨落查赃款的案子 不会让方梦为参与 我还是那句话 同舟共计 徐铁英很快就拿到了国防部的军令 他带着保密局北平站站长 来到鸡查大队接手摊贩 却不料刚摆平了当爹的 在他儿子方梦敖这里又吃了鸡 我们是国防部 调查组鸡查大队 但这道军令上 没有一个字提到我们调查组 所以不管用 徐铁英拿着国防部的调令来拿人 但马汉山却不认 因为他归民政不管 而不是归国防部 徐铁英 你不是党国 南京那块地也不是你的 拿了别人的钱还在背后捅刀子 别说是党国呀 江湖让你瞧不起街号人 马汉山明白自己一去就回不来了 索性提起了侯俊堂和崔忠实 更直说徐铁英曾经拿过他的钱 但马汉山如今人为言轻 手下更是没有半个人肯的 因此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方孟敖身上 方孟敖也明白徐铁英的用意 担心马汉山一去就会被徐铁英杀了 贪腐案肯定会变成一口黑锅 全都让死人马汉山来没 马局长 你拿我枪干嘛 马汉山瞄走 拿起手枪就挟持了徐铁英 你可知道你这么做是什么厚 方托尘找到了台阶 赶紧带着手下退了出去 徐铁英立马傻了眼 如今屋内只有三个人 马汉山趁机逼问崔忠实 到底是怎么死的 徐铁英到底是如何不得决 马汉山明白方孟敖与崔忠实关系匪浅 因此打算借着崔忠实的死因 让方孟敖下定决心保护自己 方孟敖当即倒上三杯 对了四六年可乐的红酒 让他们猜一猜飞行员 为什么要喝这种酒 徐铁英刚应付完方孟敖他爹 实在是不愿意在这个小子身上多下功夫 于是当即表示 党国永远不会忘记这批飞行员 希望飞行员们继续发扬风采在立新宫 徐铁英始终不肯说出崔忠实的真正死因 方孟敖终于说明了红酒对可乐的原因 红酒是壮行 可乐是祝福 马汉山虽然文化逼 但人情事故一点就通 瞬间明白了方孟敖的意思 他将手枪还给方孟敖 随后一口闷了一缸子红酒 方孟敖这才知道自己冤枉了父亲 父亲并不是没有保护崔忠实 而崔忠实之所以会死 完全都是因为曾可达和他背后的铁血救国贵 他本想立即去找曾可达说个清楚 却不料就在这时 陈总司令突然带兵杀倒 将鸡查大队的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陈继承曾收过马汉山一箱子补董 他可以让马汉山死 但绝对不能将这个人交给经济鸡查大队 为了保护自己的钱和前途 他完全不顾鸡查大队是国防部预备贩布局的人 打算以鸡查大队不遵从国防部的调令为由 让手下立即开枪 将里面的人全部干死 但就在这时 一向软弱的王仆臣突然拦住他的去 闭上一根烟希望他能消消气 方孟敖要和马汉山比憋气 如果他赢了 马汉山就要答应他一件事 如果马汉山赢了 他就对崔忠实的死在不追究 他知道马汉山的水性不错 所以刻意选择憋气这个办法 马汉山没想到属下这么照顾自己 他深感欣慰还表示感谢 但自己一来岁数大 二来昨天刚被人拽断了胳膊 所以这个鄙视确实不公平 方孟敖不想欺负老年人 于是答应马汉山可以欢一口气 他则只憋一口气 话已至此 马汉山也不废话 为了这条老命 今天他必须赌一把 我这只胳膊不好使 来 你们俩帮老脱衣服 二人脱下衣服游到湖中间 方孟敖二话不说就扎了下去 马汉山流了的心眼 过了三秒才下去 不听话和没头脑 则在岸边交际等待 彼氏很快就有了结果 马汉山还是说 方孟敖并不想杀了马汉山 因为他知道人虽然是马汉山杀了 但真正害死他的 却是徐铁英的秘书 他将两个人交给军统北平站关押 没有国防部的允许 谁都不可以接触 孙秘书被关进了军统的小黑屋 里面连个床都没有 他见别人正在洗澡 自己也想洗一个 他们都在洗澡 我能不能也洗得澡 两官可爱的马汉山 被现任战长王蒲成 带到了当初自己的办公室 王蒲成不仅亲自上手收拾打扫 还派三个手下 陪着马汉山打拔架 王蒲成一来是太会做人 二来也是发自内心地尊敬这位前任 马汉山见王蒲成身体不好 赶紧给他抓了个方子 要说行贿还得是马汉山 要多自然有多自然 根本让人无法反驳 但这还没完 他人在屋檐下 虽然王蒲成对自己恭敬有加 但他还是必须搞好 与这位现任军统战长的关系 于是又提起了自己 当初那张小叶子坛的床 带王蒲成走后 马汉山这才露出了满脸的疲惫 他是真男的 我明确告诉你 崔忠实同志 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方孟敖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姑父竟然是地下党 他让两个属下守住大门 随后看着姑父从竹林中刨出一些误解 里面有一份报纸 是谢培东夫妇与五号同志的合影 这就是证明他身份的最有力证明 方孟敖一直都认为 父亲方不停很厉害 原来这个家里最厉害的 竟然是低调的姑父 通过姑父 他终于了解到了崔忠实的真正死因 谢培东与崔忠实一内一外 把持了国府在北平的所有经济账目 二人通过北平分行 这几年来向组织上秘密转移了大量资金 直到这次经济调查小组 调查明示调配委员会后 组织上为了确保崔忠实的安全 便决定将他秘密转移 但由于最后一笔账目提前走漏消息 崔忠实在登上火车前 被徐铁英秘密带走 方孟敖终于将一切理顺 同时也明白自己竟然误会了父亲 随后 谢培东又提起了方孟敖特别党员的身份 不只拍任何任务 不让他对党有更深的理解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国民党不怀疑 方孟敖这才明白 当初崔忠实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共党 他就是希望方孟敖 不会因为自己的死而改变初衷 他知道自己死后 方孟敖会向那些人讨论说法 会对那些人不依不饶 只有方孟敖这么做 那才是真正的方孟敖 进而不被那些人怀疑 方孟敖终于理清了所有关系 虽终实施共党 辜负是共党 梁金伦是铁血救国会 打入地下党内部的卧底 原来地下党和铁血救国会 一直在围绕着他进行博弈 笑语知不知道他的真实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 笑语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与谢培东道别之后 方孟敖谨记谢培东的提醒 务必要保持本心 他一方面让手下 继续查北平分行的账 一方面直奔何笑语家中 强行将何笑语装车带走 他像往常一样 想什么就做什么 一直将车开到了 国军的军事防线 五分钟后 哨卡终于放行 方孟敖开车来到密云水库 将自己一直憋着的话 一股脑说出 1946年9月10日 农历8月15 中秋节 崔忠实在杭州减强航校 发展方孟敖 加入中国共产党 方孟敖之所以承认 自己是共党 完全是为了保护何笑语 因为何笑语一直受梁经伦 指派监视他甚至发展他 这次方孟敖表明 自己早就是共党 就是要彻底打消 何笑语的想法 进而打消梁经伦的想法 你们那个梁经伦教授 有问题 方孟敖本想将梁经伦的 真实身份说出 又担心何笑语会做出过激举动 因此最后还是决定继续隐瞒 随后 他又带着何笑语来找梁经伦 他装作怒气冲冲的样子 故意打搅了梁经伦 与表妹木兰的好事 直走木兰后 方孟敖坐在桌子上随手翻书 直到梁经伦忍不住 开口询问何事 他这才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 我向笑语求功能 梁先生 我想请问你 你跟笑语除了师生关系之外 有没有恋人关系 方孟敖明白 这个问题梁经伦根本没法回答 因为他确实与笑语是恋人关系 同时也在假装和木兰谈着恋爱 见梁经伦始终不回答 方孟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你是不是共产党 这个问题梁经伦依旧没办法回答 如果他承认 那方孟敖就可以抓他 如果他不承认 方孟敖又可以质疑他在学联的身份 质疑他派何笑语接近他的目 思来想去之后 梁经伦只能将锅甩给了军统北平站站长王蒲成 因为就在不久前 王蒲成曾经抓捕并审讯过他 理由就是他在学联的身份 梁经伦这么一说 让方孟敖又没了抓他的理由 但他一点不慌 因为好戏才刚刚开始 他早已布下一场大戏 目的就是为了逼梁经伦主动 坦白自己铁血救国会成员的身份 马汉山在小黑屋里关了半个月 但却对外面的事情了如指掌 听说要他去给学生们发粮食 马汉山打死也不去 他从兜里掏出一打纸条 这是这半个月来他调查到的数据 仅仅半个月时间 国统区的食物已经上涨了205万倍 住房上涨了40.5万倍 义务上涨343万倍 也就是说 现在不光是没有收入的学生 就连市民老百姓都买不起民生物资 马汉山明白自己命不久 所幸也就不再藏着掖着 他之所以会做这个 民事调配委员会的副主任 并不是自己能力有多强 而是因为孔颂两家 看中了他无牵无挂 几个老婆都卷银子跑了 唯一的一个儿子 也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 这样的人再没有攒老底 刘遗产的必要 不会去和上面那些人去抢钱 他如今自然一身无牵无挂 能把他当个人看的 也就是方梦敖和王浦辰 见方梦敖坚持让他去发粮 马汉山只能提前交代好后 既然暂时还死不了 马汉山再次充分发挥 自己的专业本领 一大早就抱着两幅骨子 来贿赂曾可达 他特意投其所好 拿来的竟然是曾可达的偶像 曾文正公的真正 马汉山行贿的艺术登峰造极 这个马屁真的是拍到了点子上 曾可达当即给他吃了颗定心丸 我保证 不会让你上军事法庭 人逢喜事精神爽 马汉山干起活来 也是干件十足 他临时拉出来几大车的街溜子 又从仓库拉出来一大车的罐头靠牢 势必要和陷害自己的徐铁英鱼死亡过 是因为摔碎一个杯子 男人瞬间冷汗直冒 不仅是因为这是名家范大生的作品 更是他的顶头上司 将要送给北平分行行长的礼物 他赶紧四处搜寻碎片 但破镜尚且难缘 更何况是茶杯 当晚曾可达抱着茶具 来到方不亭家中送你 他拿出一支茶壶三支茶杯 方不亭一眼就看出 这是范大生的手 曾可达解释得完美无缺 又特意提到了方不亭的两个儿子 想起大儿子方孟敖 如今被预备干部局当枪使 方不亭误以为 这是预备干部局在威胁他 无奈之下只能答应收下这套茶具 曾可达高兴了 为自己的睿智由衷的高兴 但他显然高估了自己 更低估了方不亭 不久后 方不亭将曾可达请到家中 当着他的面将三个茶杯倒满 又将自己的一杯倒掉再次装满 如果连送个礼 曾督察都要说谎话 别的话 我怎么相信你啊 曾可达无比尴尬 只能起身道歉 实话实说是自己不小心打碎 至于曾可达曾说过的三只杯子 代表方不亭三父子 也只是他自己的临场发挥人 并不是金国先生的意思 方不亭接受了曾可达的道歉 但他如今为了家庭为了儿女 同样有求于金国 他让曾可达记录下自己的话 并将这些话转达给金国先生 记录之前 还特意提醒曾可达 最好是照我的原话记录 方不亭实在是怕了曾可达的浅见 所以让他照话记录 不要加上自己的理解 这是对曾可达的降维打击 曾可达不服不行 随后 方不亭讲述了自己的出身 讲述了宋家事 如何恳请他回国整顿经济 他又是如何帮助国家 转移黄金白银外壁到抗战后方 为了多运一份黄金外壁 他带头将自己的妻儿撇在了上海 也直接导致了妻子被日军轰炸致死 大儿子从此与他断绝父子关系 见曾可达记录完之后 方不亭还特意让人检查了一下 看看是否都是他的原话 他实在是太害怕曾可达的浅见 因为确实浅 都是原话 随后 方不亭表明自己会支持党博 进行避制改革 但前提是金国先生 必须将方孟敖调到美国工作 这件事曾可达早就接到了 金国先生的指示 于是立马转述 在推行避制改革最艰难的前三个月 希望他在北平执行任务 第二点 方不亭清楚梁金伦铁血救国会成员的身份 他要求梁金伦远离木兰 这件事情 我立刻去办 一个星期之内 你们安排将谢木兰送走 明地下党假装成为休工 来到燕大严春明教授的办公室修理灯泡 他假装工作 趁机传达了组织上的命令 严春明身为燕大学联的书记 副手梁金伦竟然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 因此他必须立即撤离 地下党已经做好了帮助严春明撤离的准备 却不料严春明竟然不愿意 明天就是明时调配委员会发凉的日子 他要当着全体学生的面揭露梁金伦卧底的身份 并且他手里有一把枪 揭露梁金伦身份之后还要当场将他证捕 等地下党走后 严春明果然找出了一本手枪使用手册 对着手册学习起了如何使用手枪 他将六发子弹摆成一排 对着灯泡尝试着瞄准 但就在这时 地下党的电话再次打来 华北城公布部长亲自打来电话 命令严春明立即撤离 但还没等他说完话 严春明就再次拒绝并将电话挂掉 见过不怕牺牲的 没见过这么喜欢牺牲的 为了保护严春明 地下党想出了一个损招 他们给梁金伦一封信 让他转交给严春明 并要求梁金伦这个假地下党 立即没收严春明的手枪 严春明瞬间明白了组织上的用意 不得已将手枪交给了梁金伦 并看着梁金伦将手枪锁进了保险柜 等梁金伦走后 严春明立马给组织上打去电话 却发现电话已成空号 第二天一早 严大学生们早早聚集在操场准备示威 梁金伦以保护学生的名义 让严春明给上级打个电话寻求指示 幸好上级的电话已成空号 严春明当即拨出号码 梁金伦的试探再次失败 但他又想到第二个办法 你我分头安排各自所掌握的学生党员 以学联的名义 分别做各大学的工作 梁金伦本想通过严春明联系其他学校的学联 继而将北平学联成员一网打尽 却不知严春明昨天就知道了他假地下党的身份 不久后 在领粮现场 严春明登台对学生们演讲 就在他准备揭露梁金伦身份的时候 地下党老五突然闯到台上夺下的严春明的手枪 老五被周围的警察和特务当场击毙 严春明、梁金伦以及数十个学生被逮捕 孙秘术假装成地下党来与被捕的严春明街头 他一上来就说了信上的几句话 希望以此获取严春明的信任 继而判断出地下党是否已经怀疑梁金伦的真实身份 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梁金伦 组织上 怀疑梁金伦统治了 北平警察局逮捕了数十名学生和教授 在甄别完身份之后 大部分学生被分批放走 只剩下几个核心成员 其中不仅有燕大学联的书记严春明 还有谁都知道不是共党的谢木兰 以及铁血救国会成员梁金伦 徐铁英故意放出姿态 打算将这些人全部枪毙 徐铁英代表的是孔宋两家和二臣的意志 目的就是彻底破坏蒋经伦的避制改革计划 而梁金伦正是避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和其仓的副手 谢木兰作为方不停的家人 只要他死 方家也将再不会支持避制改革 徐铁英当众拿出梁金伦的国民党党员证 向在场的人证实了梁金伦假帝下党的身份 徐铁英给蒋经伦出了一个二选一的难题 是保护梁金伦还是继续自己的避制改革 如果不杀梁金伦 那么已经知晓他身份的谢木兰就必须死 那样的话 避制改革将被方家抵制 如果杀了梁金伦 那么何其仓也将退出避制改革 为了将黑锅甩给保密局 徐铁英私下里找到北平站站长王仆成 给他看了一份党通局打算抓捕的名单 看到名单上的名字 王仆成瞬间冷汗直冒 不仅是因为上面有梁金伦 还有他自己 徐铁英的意思很明显 如果王仆成不背下杀人的黑国 那么下一个党通局要逮捕的就是他王仆成 为此王仆成当即给顶头上司毛仁凤打电话求助 称自己家在党通局和蒋经国中间非常为难 却不料毛仁凤也是个甩锅的能手 王仆成只能请求蒋经国的意见 最终 蒋经国决定保护梁金伦 暂时稳住和其仓 其他所有人包括谢木兰则全部枪毙 人是在保密局被枪毙的 王仆成不敢得罪方家 只能谎称谢木兰已经被释放 却是坐上了一辆外地的车离开 谢培东一听就明白女儿已经凶多吉少 但带着仅存的一丝希望 他还是跟着王仆成去寻找木兰 但众人找了一天 直到天快黑了也没找 谢培东只能回家 但就在途中突然被一辆黄包车拦住去了 车夫将他带到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地 谢培东这才听到女儿已经被秘密枪举的消息 回到家后 谢培东故意装成没事的样子 坐上饭桌就一直紧闭双眼 任凭方不停不断追问木兰在哪 方孟为带着后妈来找徐铁英算账 一进门就质问木兰在哪 方孟为 你看你看你看你这是 你怎么能把方夫人带到这种地方来呢 方孟为让孙秘书立马给后妈倒茶 见孙秘书不肯 他一把扭住对方胳膊 又拿枪顶住了徐铁英的脑袋 徐铁英无奈只能亲自倒茶 方孟为撕下肩膀上的军鞋 上去就与孙秘书干假 听到外面的动静 徐铁英质问夫人方家的家教 果然与众不空 却不料这个小妈也不是好人的 我今天要是不陪她来 刚才的那一枪 不是你假装倒个茶水 就能躲得过 酒后 孙秘书被死死压在身下 方孟为不断逼问木兰的下落 徐铁英孙秘书都知道木兰是方家的人 如今木兰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背后一定是徐铁英搞的鬼 方孟为大闹警察的事情 也引人了方不停 但他并没有从中阻碍 而是静静地看着这对母子任意折腾 后妈带着儿子 大闹警察局 向我方家的人 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 曾可达也来和徐铁英摊牌 他让徐铁英接一通电话 徐铁英本还不明就了 直到听见电话那头自曝姓名之后 瞬间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我现在使用一级加密才跟你通话 你懂的 是 一级的 接完这通电话之后 徐铁英瞬间感觉到了自己的卑微 以及自己背后的孔颂家族 在经国面前的力不从心 他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马汉山 于是便毫无保留 将自己如何威胁王浮尘 如何枪毙谢木兰的事情和盘托出 不久后 党国的毕制改革突然失行 市面上所有的黄金白银外币被禁止流通 方不停和其仓全都在为毕制改革而努力 唯独曾可达意识到了改革的问题所在 为什么要挑在鬼节呢 毕制改革要求所有的经营 全部换成金元券 身为北平分行行长的方不停 必须带头执行 方不停将家中所有的储蓄全部取出 一箱子美金一箱子金条 就连媳妇的首饰都没有放入 看着媳妇手上的戒指 以及妹夫的全部家当 方不停陷入了沉思 方不停主动到保密局西山监狱坐牢 将北平站站长王浮尘倒的云里物里 即便下属被打 他也只能好言相劝不敢造次 原来 徐铁英带着人直扑北平分行金库 他早就怀疑谢培东是贡党 因此一上来就摆足了架势 还坐上了只有航长能坐的金库椅子 却不料谢培东压根不给他一点装X机会 徐局长请站起来 你说 这个座位只有我们航长能坐 徐铁英无奈只能起立 但他此次前来准备非常充分 早就拿到了央行于红军总裁的签 徐铁英无比尴尬 但既然只能站着 那就索性站着审问谢培东 他清楚谢培东与崔忠实相识已久 因此直接爆出了他们曾经碰过头的地点 徐铁英没想到谢培东对重庆的门牌号这么熟悉 既然挖坑不扯 他又将崔忠实升任金库副主任的事情抛了出来 认为谢培东就是崔忠实的上限 但谢培东却开始不再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看了看时间 然后告诉他从现在起 金库中的任何人都不允许出去 听到徐铁英提起女儿 谢培东终于不再控制情绪 他清楚谢培东有四个儿女都在排队 而他唯一的女儿却被徐铁英害死 徐铁英抓了几十年供打 见遇到了死硬分子 他熟练地掏出手铐 却不料谢培东动作也很快 反手就将两人靠在了一起 见徐铁英还想打开手铐 谢培东抢过钥匙就扔了出去 听说徐铁英竟敢审问自己的亲戚兼属下 方不停第一个怒了 他让儿子带着他直奔保密局监狱 说什么也要做一座大牢 完全不管今天就是党国避制改革的日子 不久后 党通局局长将电话打到了金库 让徐铁英赶紧罢手 徐铁英明白这次自己吃了鞭 但他有党通局固体 根本不担心谢培东会报复 然而他却低估了谢培东的心机 谢培东太清楚 徐铁英爱录音的特殊品 这次他也录了音 徐铁英急眼了 他这辈子也不会想到 自己也会被录音 他很想一枪毙了这个共党嫌疑人 但最终还是没敢 这是马汉山生命中最后一次高光时刻 得知方梦敖将八家民生公司的老板拉到了天上 马汉山顿时乐了 对付这些万恶的资本家 马汉山有的是办法 马汉山太清楚这八家公司的底细 刚说了两句话就让八个资本家冷汗直冒 八个资本家很快就承认了51%是私产 接下来 马汉山又提起了侯俊堂那20%的股 马汉山实在太牛叉 把旁边的李雨清佩服的不行 他生怕马汉山嗓子哑了 赶紧一杯水送上 二人一通佩服了 最终让八个资本家将全部资产领清 方梦敖一下飞机就想握手致血 然而马汉山却早就明白自己命不久 临走前 马汉山将自己最后一点秘密告诉了方梦敖 他买了又吃鸡尖金鸟 他那可是我全部的家庭了 马汉山一直对崔忠时很是愧疚 他打算将最后的这些家底送给崔忠时的一双 后半辈子养活俩孩子完全够了 说完这些 马汉山头也不回地去往南京 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不久后 方梦敖带着崔忠时一家人来到西山墓里 直到这时 崔忠时妻子才知道丈夫已死了大半年 但他不敢告诉孩子 只能说谎这是家里的亲戚 与此同时 方梦敖按照马汉山说的找到了藏金子的墓里 他三两下刨出一包牛皮纸 里面包着一个盒子 盒子里面果然有十几根金条 马汉山做过军统北平站站长 又做过明氏调配委员会副主任 掌管着北平一百七十万老百姓的口事 他作恶多端一辈子 直到临死前终于良心发现 将自己最后的一些家当 全都给了崔忠时的家人 也算是死得其所 曾可达只是因为说错一句话 就被上级金国给抛弃了 曾可达再也打不通金国的电话 得不到任何有关避制改革的指示 如今避制改革刚刚开始 但老百姓拿着刚到手的金元权 却根本买不到任何民用物资 粮店通通关门 百货店富士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 曾可达一直以来的理想 就是跟随金国争取民心 虽然已经被金国冷落 但曾可达还是坚持推行避制改革 他打开军需粮库大卖军粮 就是要以死相见 要么将他军阀处置 要么就逮捕党国中最大的助手 曾可达抱着必死的决心 要推进避制北格 但他很快就听说了 上海方面的最新消息 孔令坎的养子公司 经过调查属于合法经营 也就是说 曾可达败了 金国也败了 不久后 曾可达终于再次接到了金国的电话 但金国这次没有任何新的指示 而是让曾可达去南京复制 以后再也不要见面 曾可达明白自己在无用武之地 回南京必然会受到党通局的一系列报复 临走前 他将自己的钢笔送给副官 随后在机场向方孟敖袒露心惊 自己抓了一辈子共党 也一直在怀疑他方孟敖是共党 但就是因为金国的一句用人不疑人不误 他不得不和自己最怀疑的人一起攻势 最后 曾可达再次询问方孟敖到底是不是共党 你是不是共产党 我就是共产党 你猜我会不会再抓你一回 我猜不懂 曾可达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但他早已没了继续都下去了斗志 看着方孟敖离去的背影 曾可达掏出手枪上唐 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副官感念曾可达的皮鞋之恩 将他在北平西山草草掩埋 可怜的曾可达对党博忠心耿耿 临死前却连一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 就连墓地都杂草丛生无人打扫 但他死了也好 再也不用与电话为伴 再也不用等待建峰同志的指示 也该在九泉之下好好休息一下 方不停万万没想到 自己家里竟然全是共产 妹夫是司机士 就连儿子都是 如今解放军即将进驻北平 校长命令北平分行将全部经营外币运往台北 并让徐铁英转交了一份任命 方不停为台北分行行长的任命书 考虑到北平的金融稳定 以及一百七十万老百姓的生活所需 方不停打算拒绝转运经营外币 同时也想好了后路 他早就将所有的金银外币换成了金元权 老家无锡的几十亩地也早就卖了 方不停没打算继续为党国效命 也没打算为共党效力 他希望能通过北平分行金库中的十几万金黄金 向解放军方面买自己全家的一份平安 等北平解放之后 他打算回无锡老家交书养老 不久后 北平副作义开始与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事业 华北城公布部长登门拜访方不停 希望方不停能赴任台北分行行长 金库中的金银外币也可以全部带 北平终于和平解放 方不停即将带着全家飞往台北 只有谢培东一个人留在北平 你把雷电报了 他希望你和孟敖走 好好带他 方孟敖的飞行大队负责运送最后一批官员离开 但眼看起飞时间将到 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浦臣却一再砍球在等下 因为徐铁英还没到 方孟敖一听是徐铁英 立马叫手下撤回台阶 完全不管跑道上的王浦臣和徐铁英 拍着飞机一飞冲天 可怜的王浦臣一脸茫然 可悲的徐铁英眼巴巴地看着已经飞远的飞机 面容瞬间老了十岁 三个人正好凑一桌逗地主 同时也提醒大家千万别迟到 第二天北平和平解放 老百姓家道欢迎解放军入城 谢培东随在人流中感受着胜利的欣喜 看着接到两旁真心高兴的年轻姑娘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谢木兰 如果木兰还活着 他一定也是这样的高兴 这样的欢迎解放军入城